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到我说话 希望大家听到 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的战争 其实大家都知道已经搞了半年 有俄兵写了一个回忆录 回忆录是141页 待会在我们任何一个台队 台阳也会用节目去讲这件事 其实他的回忆录 在华柔登过一部分 我有看过 老实说 我一个这么粗浅的人一看到 我就觉得 这个人说的可能是事实的一部分 但是不是事实的全部 有些人说 我看过这些东西 我就觉得俄军的战斗力是零 俄罗斯是没有战斗力打赢俄乌这场战争的了 我的看法就完全跟这些人是相反的 在这些战争状态之下 有些人出来写一些反战言论 和夸大自己身处的一方 是多么无能 有这个可能性 大家要记得一件事 就是俄罗斯一直打仗的操作都是这样的 他们最初的时候就好像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能力对抗 即是跟一样的 他们每一次都是 但是当他们大量投入资源下去的时候 他们到最后都能打赢 其实你说俄罗斯打仗是不是很厉害呢 什么战斗民族 其实老实说不是 但是他们有一个优点的就是 他们的国家的体制是容许他们不断扔新兵下去的 其实到现在都是这样的 因为情况就是 他们是有一个政教合一的系统 什么叫政教合一系统呢 其实社会的基层 到现在都是东正教的教士 或者东正教的神父 视乎你们怎么翻译 东正教的神父 他当然是跟那些爱国者 是勾在一起的 现在是 就像杜金那些爱国者 所谓的那些极端爱国人士 全部勾在一起的 即是在俄罗斯的基层社会 他们有一大群人 都是极端爱国主义者 如果你是一个极端爱国主义者 其实很简单 如果看到俄罗斯战争 你是在输中的话 即是看到俄罗斯 哎呀 已经在输中了 不行 我的祖国现在开始 不太能够支持 不太能够支持 不太能够支持现在的情况 那就很有可能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 就是有很多人自愿去当兵 自愿去当兵去打 所以你说 俄罗斯有没有能赢呢 我的看法就是 有可能赢得很惨烈 但是他们到最后都是会赢的 有些人在西方是很不现实的 因为我告诉大家 西方到现在都是 我经常听这里的三机 他们就觉得 烏克兰一定会赢的 问题是什么时候会赢 我也觉得烏克兰是有机会赢的 如果整个西方 就真的落力去支持的话 烏克兰是有机会赢的 但是问题就是 俄罗斯你不能忘记 它还有六千颗核弹头的 所以现在 究竟怎么做呢 其实西方有一个做法就是 它认为它是可以拖死俄罗斯的经济 其实拖死俄罗斯的经济 要付出的代价 主要就是在欧洲付出 如果你在欧洲付出这个代价 那美国佬会不会扔钱出来 美国佬当然不会扔钱出来 美国佬老实实彩你也要生芒果 我当然将大量的军备送给烏克兰 还有送给波罗的海三国 再加上波兰这些抗俄前缘地区 其实西方现在的做法就是这样 就是扔军备 还有美军会不会派人 会 美军是会扔一些人下去的 因为美国军队很强大 它在阿富汗撤走了之后 他们也要找些地方 等些军人有得训练一下 它一定会搞的 青山逃犯麻醉员就说 位于克里米亚的折博桥 客赤海峡大桥随时会被烏军炸断 分分钟桥上面重点结构位置 一早已经被人装满了C4炸药和飞弹 因为美国有提供C4给扎连 当然烏军要等美国卫星报料 俄军几时经过大日桥的情报去炸桥 其实很坦白说 你看到克里米亚说 有九成人投票支持脱离乌克兰 我要讲个真相给大家听 他们真的想脱离乌克兰 但是有很多人 其实他们也不想加入俄罗斯 事实上 但是有些人说不是 投票结果 其实反对这些东西的人 根本连票都不会去投票 因为他们会认为 这个投票是给到一个合法性 给俄罗斯去搞这些东西 所以其实克里米亚一直都有人 在这里 就是支持乌克兰 或者是乌克兰的人 是堵住在这里 俄罗斯其实很难 真是治理到这个地方 而且是令到大家有运行的 还有 还有些东西要说 就是俄罗斯他们 他们在搞经济 各方面都真的不太行 就是讲个真话给大家听 有些人就说 是美国搞到他们这样的 但是 有一件事一定要公道些去说 如果你们 不应该说你们 就是俄罗斯 他们那些人 是爱国一些的 不是自肥为主的 他们的财阀 奥利格 他们那些财阀 根本不会 或者叫寡头 不是叫财阀 他们那些 他们那些寡头 又不会有那么多钱 他们将那些 国家拥有的东西全部私有化 如果国家拥有的东西 你可以私有化 是不是真的爱国 你当然不爱国 而且把钱都扔到英国 那些寡头 其实连乌克兰也是这样的 其实 在苏联解体 普京会说 这是地缘政治最大灾难 其实 不单止是地缘政治最大灾难 对于 以前在苏联住的人来说 也是最大灾难 苏联没错 很多东西都短缺 买面包要排队 买牛油也要排队 但是那些人 其实生活 是不是过得很差呢 其实又不是说 差得 经济完全受不了 当然 你说 有没有人想回到苏联时代 其实现在就没有 现在俄罗斯的人 都不想回到苏联时代 有什么人想回到苏联时代 其实 亚美尼亚 有些人觉得 都是要回到苏联时代 比较好的 其实在周边的地方 有些人觉得 要回到苏联时代 但是 其实是不能回到苏联时代 没有办法回到苏联时代 其实就是 那 Daniel W 你说 西方媒体 公信力每方 愈下愈来愈大 愈远化 那又不是 其实这个 你不可以这样看 为什么不可以这样看 你这样看 就会 把他的 优势 完全是 没办法正确去评估 如果你去问 波罗的海三国 波兰的人 他们最信的媒体是什么 九成都会说是BBC 我说个真话给大家听 其实BBC 到现在的公信力也是很强的 你去东南亚 看看东南亚的人 马来西亚人 印尼人 他们最信的媒体是什么 是信BBC 我说个真话给大家听 你不要以为我是帮BBC宣传 不是的 而是他们真的做到一件事 就是很多人相信的 BBC说什么都相信的 其实就是 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BBC有一件事很厉害的 他们做了一些坏事 譬如之前 骗Diona去接受访问 骗Diona去接受访问 又说跟不知谁有路 那么那个记者 用了一些不正当的手法 去骗Diona接受访问 接着BBC是隔了几十年后 都出来道歉 其实就是 现在Diona都死了 她为什么要出来道歉 就是要告诉别人 我是有公信力的 我做错事我会认 无论多久之前做错事 做坏事 我也会出来认 那就有公信力 其实就是这样 所以公信是慢慢突然 你一个完全 从来都不认错的媒体 她是不会有真正长期的公信力的 9K88是BBC是政府台 没有广告节目 是这样的 BBC International 其实是有收广告的 这个是广告养 他们的节目可以到处播的 BBC在英国是政府台 是一般英国人 用钱去供养的 但是 BBC在外国播放的东西 其实他们是有卖广告的 他们有广告收入的 他们其实不是没有广告收入的 所以你要明白 如果你要打赢西方的话 第一件事 我不是说西方很惑劣 现在要打仗 不是这样的 第一件事就是想赢人 一定要先赢自己的 你自己的媒体的公信力要提升 要提升 要提升 Toracef 打死人 十几年后 道歉了 他不是这样的 他不是推卸责任 他是承认责任 他没有推卸责任 他为什么能打出公信力 他们不是推卸责任 他们承认了道歉 这样 他们的公信力反而是得到提升 说得对 就是以图为进的手法 Stephanie Wong 就说假道歉 但是他说要查 我要查过才知道 但是我要查证过 求证过 我不可以就这样道歉 我要求证过 对不对 KLX 25年 我不知道几十年 我记得很久以前 我都是凭记忆说的 对不对 我都不记得什么时候说 他的访问 但其实是很久以前 那个访问就是说 不知道他和谁有路 我忘记了 你说几十年后 道歉很明显是演戏 但是有些事情做错了几十年 有些事情都是没有人道歉的 其实呢 事实就是没有道歉的 我永远都不会错的 有些媒体永远都不会错的 错的永远都是其他人 那些媒体有没有公信力呢 那当然不对 那 Happy Wonder 就说以前也有听BBC 但是现在已经转到RT和半岛 但是 你要明白一件事 就是 你转了不代表其他人会转 现在很多人看第一首消息 都是看BBC 都是听BBC 这个是事实来的 你改变不了 你叫别人转 你要给别人转才可以 是不是 不是这么简单的 那 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搞的 那当然BBC的纪录片是好看的 赞先生你说的都是对的 他们的纪录片 亦都给到一个公信力 大家看到 他有搞这些 即是纪录片 那些东西 而且他说的东西 是通常 如果你看BBC的历史纪录片 他是多角度的 他不会单纯是说自己的论点 当然他有一个偏向性 但是他是多角度地说的 不是车禍那件事 而引发的 那个访问 那个访问是车禍之前的 不是车禍那一年的 不是车禍那一年的 所以你说多少年 你说是25年 那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 那个访问是多久 我觉得就有差不多30年了 其实就 那 四哥就说 日本人都没对中国人导致 就是了 所以我就说 有些东西 英国人他们有好好的地方 他们真的有好好的地方 你自己看一看 他们做的东西是有好好的地方 为什么说俄罗斯 又会说到西方媒体呢 俄罗斯真正赢 就是会赢到 这个乌克兰的国土 我认为 至少很大部分的国土 他们可以占了 但是 就是舆论战他们一定输 是一定输的 他们是没有得赢 舆论战 所以 他赢的只是在局部地方 是会赢的 而且 俄罗斯有一件事情 搞错了 他的国师 那些杜金的思维 很老旧 其实 我这个也要说 他的思维 是停留在 300年前 就是俄斯帝国的时代 就是他们的思维 是几百年没有进步过的 我告诉大家 就是 实际上 现在最重要的是 做什么 其实 中国共产党有一件事情 是好的 尤其是习主席说的 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们也说的 我们不是 pro-Russian 或者不是pro-Ukrainian 不是支持俄罗斯人 或者不是支持乌克兰人 我们是 支持这个世界的所有人类 我们是pro-human 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们经常说这件事情 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然你在西方传播很难 但是一开始 集中应该是做人类命运共同体 应该是做一些 发展中国家 就拿回中国 如何去援助其他 发展中国家的兄弟姐妹 一起发展 这个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接着就将它对照 去西方那种 比较虚似的操作 专业扶植一些贪腐到无伦的盟友 或者 根本就是 剪压 就是 中下阶层的 或者是打压中下阶层的操作 这些是要揭露出来的 其实就是 所以 这些事情是有时间搞的 鄭德华就是比德大帝的徒弟 比德大帝有不同 这也要讲一下 比德大帝他自己出行 游了整个欧洲 他自己吸收了欧洲最先进的东西 他回到俄罗斯的时候 他就要俄罗斯人 做回一个先进的欧洲人 第一件事他做了什么呢? 讲讲比德大帝就是 叫人们剃傻 因为俄罗斯的人 就是留大胡子 当然看起来很粗魯 接着呢 这个比德大帝 就聘了一大班 那些 李法师 那些爸爸 就周围帮人剃傻 你不剃傻 你就要罚钱 好了 其实就很严重的 阿威就说 阿威的留言 大家应该没看到 我先读了先 就是说 这次俄国就死伤多 对地球安全很多 如果好意打破乌克兰 那些前苏联国 一定一个个被人打 被人收回 每次跟你说 我有核弹等人怕 打下一个 打下一个 才发现他 即是 不敢用太迟 没错了 这个 就是 普京现在 就是 被一帮 爱国者 就劫持了 某程度上 为什么我说他被人劫持呢 其实普京实际 你看回他 早十年 或者早二十年 做的事情 都不是这样 要复兴俄罗斯帝国的 其实是 是近几年才做这样的事情 其实就是 是近几年 完全不理国际定下的规矩 是不理的 而且 他之前 都会跟 周边 前苏联的共和国 协商去处理一些问题 但是 近几年 真的霸气外露 和俄罗斯国内 極外国主义的兴起 都是有关系 绝对 有关系 其实 这些就是日本 对中国人民 和韩国人民 不道歉 最坏就是 那些慰安婦的事 日本人 是慰安婦 都不道歉 他说那些人 是自愿做慰安婦 这些真是 賤家到无论 有关系 Karen Chan 说 现在又流梳 现在是流梳 现在是流梳 但是 也不是流梳 大胡子 整面 啤酒那些是不流梳 到现在 现在流梳 就是流梳子 这样 Karen Chan 说 证明大家 都退了 其实 某程度上 也是 你说得对 其实 Taiso 这一件事 其实是 卫生一点 但是 现在 不流梳 这个问题就是 还有就是 八爪鱼说的 那些女人是被逼的 日本人 还要说风良话 是的 当然有欺 又有哄 又有撇 又有 强迫 几样都有 因为最初 他们搞慰安婦 他们有欺骗一些中国人 或者是欺骗一些韩国人 是去做护士的 那些做护士 是真的欺骗的 是很过分的 所以他们就说 自愿 但是你欺骗人 问题是 Happy Wonder 就说 现在流梳六七十年代 其实是 退化了 其实是 现在是回回头 很多东西都是退化的 那俄罗斯 现在回来说俄罗斯的情况 他 战术上 可能赢得到 战略上 他是一定输的 就是 你分清楚 他佔多些地方 一定会赢的 我觉得 他一定会佔多些地方 就是 乌克兰 其实就没可能 收回克里米亚的地方 我的看法就是 是收不到的 那 究竟 要搞多久呢 这场战争 现在西方最想做的一件事 就是拖到 俄罗斯经济崩溃 但是 俄罗斯经济未崩溃 欧洲都差不多崩溃 其实就是 这个就是大件事的地方 好了 说到这里 就差不多了 那 今晚 不知道有没有 蜥蜂蜂九中聚 希望 安排到时间 安排不到就不做了 多谢大家支持 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